2023年还有不到50天 欧洲EURA NCAP2023归程下的五星车辆只有四台 其中三台是蔚来 打开EURA NCAP的官网赫然看到蔚来在首页 你选择最新的碰撞测试成绩 你可以看到在2023归程下就三台车是五星 实际上是四台 你点ET5那个链接点进去之后 你看到ET5T也是五星 这两天才发布的 这么一来EURA NCAP2023上归程 就只有三台蔚来以及一台雷克萨斯拿到五星 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2023年归程改了 变严格了 厂上面的观望情绪变得非常浓厚 2023归程除了常见的侧面25% 正面碰撞 珠碰这些常规的测试之外 还增加了许多有难度的测试 比如说落水开窗时间 车对摩托车 车对车 路口穿行 开门杀 鬼探头 倒车AEB测试 这每一个测试都对车辆的感知决策控制 有了新的要求 事实上每一次更改归程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车爆冷而通过不了测试 比如2022年的归程里头强如宝马 它的i4也只拿了一个四星 一般来说只有实力强劲的选手 才会选择投铁直接上不等 早一点去测试 未来的这三款车就给车企们打了一个样 都是五星的成绩 EL7 国内叫ES7 甚至因为车过硬 额外收获了扣分 这也是2023年新规的规定 除了你自己强 你还要保护别人 不被你受到伤害 说实话 未来拿五星这个成绩 我一点也不惊讶 从2018年第一台车开始 未来一直在正向研发 从来不搞逆向工程 你在未来车上 你不会看到某些跟燃油车 长的一样的零件 你也不会看到 因为仓促模仿 导致车上的悬挂上挂一个斜振块 这种一笑大方的事情 哪怕是ET5 全系最便宜的产品 钢铝车身 抗扭钢度也是34000牛米每度 相对于像Moto3这样 2万出头的产品 未来就是这么喜欢常规设计 所有的超常规设计 背后都是要花钱的 至于安全相关的设置 什么远端气囊 都标配了 今年都2023年了 很多今年在卖的车 都没有远端气囊呢 未来也一直在搞创新 第一台ES8就搞了女王副驾 创造性的把气囊 从顶端给引爆了 这一技术沿用至今 导致未来的副驾 使腿部空间极大 这些你初次买车 不太会关注到的细节 虽然不如冰箱彩电大沙发吸引眼球 但告诉你的 就是未来处处有技术 这年头呢 市场竞争条件很恶劣 比不上你呢 就开始写你小说 而散播谣言 攻击你的产品 攻击你的服务 说你没技术 说你管理不行 不一而足 虽然消费者不是每个都聪明吧 但不得不说 这种攻击方式很有效啊 致敬都能看到 所谓未来没技术 这样的说法 有的车企呢 是利用规则 它通过了就可以 那未来呢 则是价值观好 踏实干活 规则呢 就摆在那里 自然能通过 安全才是最大的豪华 你体会一下这句话啊 还有人问 碰撞五星就能保证不去世吗 朋友们 认清现实吧 碰撞五星不代表没有事故 不代表永不伤亡 只能说在同样恶劣的工况下 未来的生存率更高 同样的事故情况下 如果未来都活不了 别的车更不行 但是未来在努力 给你提供更安全的保障 就像2021年中保研的测试 某款车型 它的A柱都发生了轻微的弯折 但是假人的评价 损失还长 也给了一个五星 同期呢 未来的EC6车型 就没有任何问题 无缺陷的通过 拿了也是五星 同样都是五星 但是这要真遇到事故 碰撞时速 要是稍微比测试的实验速度高一点 那未来车主 可能就什么事都没有 那别的车 可能也就断桥腿呗 未来呢 嘴很笨 他事情干得很好 他不会说 恰好呢 像我这样的闲人 就喜欢给他当嘴气 那再回到最基础的问题 买车的安全重要过 我觉得 如果你在乎安全的话 怎么会错过未来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